泽伦斯基也跟习近平通话 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 维持中乌关系很重要 应该要利用北京达到停战目的吗 请教信仪 好来关心哦 在这个乌俄战争陷入胶着之际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主席 时近平是跟泽伦斯基呢 在这个4月26号的时候 进行通话 算是开启了一道新的门 那也可以看到呢 在通话之后呢 包括大陆是会派这个 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访屋 那乌克兰呢 也立刻呢 任命新的这个驻大陆的大使 看起来呢 双方是有了一些新的动作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乌克兰的财政部长 他就说话了 他说针对这一次的这个通话呢 其实他们是不完全相信的 只是呢 继续有这个中乌的谈话 是很重要的 同时呢 他也是说 因为乌克兰了解 这个中国大陆的重要性 以及呢 要来阻止中国大陆支持俄罗斯 所以啊 建立所谓的中乌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啊 就有记者问到说 那大陆呢 是不是寻求这个乌克兰和平的 最好朋友呢 不过乌克兰财政部长 也是马上否认 他说当然不是 只是呢 他认为乌克兰 是应该要利用中国大陆 当作是一个杠杆 之后呢 在这场战争取胜 也就是说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来阻止俄罗斯 可以停止战争 只是俄罗斯这几天又加大 他们对乌克兰的攻击力道 台大教授觉得 除了他们自己有瓶颈 也是为了要测试 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的效能 另外可以看到呢 乌俄双方在最近啊 其实都有一些动作 尤其呢 像是这个俄罗斯 在这个月28号呢 是大规模的 对乌克兰进行空袭 包括发射23枚巡异飞弹 还有这个两架无人机 所以现在呢 根据这个台大政策系的教授 左振东 他就指出说啊 其实是因为乌克兰呢 最近啊 是指这个春雨期间 所以你在这个打陆地上的战争 是很难前进的 因此可以看到 他们双方只能用一些像 无人机或是飞弹攻击哦 那其实这些攻击呢 也是让这个俄罗斯啊 来测试看看说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这个爱国者飞弹 到底有没有效呢 不过呢 这些都是一些战争上面的成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俄罗斯似乎呢 是有一些法律上的动作 怎么说呢 这个左边东西他有指出啊 说俄罗斯呢 最近呢 也采取一些法律动作 是要求在这个 二战区的这些乌克兰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愿意持有俄罗斯籍 甚至你不愿意换 这个俄罗斯护照的话 之后你可能就会被当成 是外国公民 所以呢 你在一定的时间内 可能就会被驱逐出境 普京也针对他们占领的乌东地区 推俄罗斯化运动 相关法令要请教信仪 好呢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呢 俄罗斯最近可能开始 有一些法律化的这个动作 首先呢 是先来讲一下 就是在开战之后呢 俄罗斯是占领了乌克兰的四个地区 包括像赫尔松 加波罗热 还有卢干斯克 以及这个顿内刺客四个州 不过现在啊 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 最新的报道 是指出说呢 从明年的七月开始 就是这四个二战区的民众 如果你拒绝入籍俄罗斯 就是不愿意成为俄罗斯公民 不愿意换成这个俄罗斯护照的话呢 你现在可能就会被当成是外国公民 而且俄罗斯政府呢 可能就会把你驱逐出境 那这项法令呢 其实适用于这个持有亲俄政府 颁发护照的持有人 都适用于这个法令 也因此呢 外界就认为说呢 这个举动 普京的这个举动 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 现在呢 正在进行所谓的俄罗斯化运动 好 那关心完今天的这个国际消息呢 要请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QR Code TVBS的新闻APP上面有最新的新闻资讯 天气即时路况等等 只要您扫描QR Code加入我们TVBS新闻APP 都让您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